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這個疫情怎麼樣 我們先來講一講疫情 到25號晚上為止,當天新增加的數量 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公告 是全國新增加確診人數406個 其中有370個是在湖北 新增加的死亡人數是52,全部都在湖北 也就是說在當天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 增加了36個確診數量案例 但是沒有死亡案例 這個數字怎麼看都怎麼不是真的 因為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現在全國有好幾所監獄 他們已經公佈出來的 有好幾所監獄在湖北之外的 有兩三所監獄都已經爆發了疫情 那監獄的一爆發疫情 那幾乎就是不可阻擋的 因為監獄裡面的人很多 相互之間的距離非常的小 相互之間的接觸非常的多 所以說一旦疫情在一個監獄爆發了 那麼整個監獄幾乎就很難倖免 那個人數那就是成幾何級數的 增長 所以說他的這個數字 全國只有36個確診的 新病例的這個數字 這是不可靠的當然了我們現在也不用跟他去計較這些了 他們說謊話也不是一天了 大家都知道中國的這些媒體 除了標點符號 其他的都很難相信 那現在呢 疫情在韓國還在逐步的擴大 一天增加了169個 現在已經達到了1146個 確診的病例了 那其中呢還有13個是韓國的這個軍人 軍隊裡面也在開始感染了 這對韓國的這個 安全的防衛啊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因為他們有一個 很壞的鄰居就是北韓 那北韓後面還有一個更壞的一個鄰居就是中共 所以說他們現在是高度緊張 現在美國呢跟韓國的這個 聯合軍演呢 現在都有可能要改變計劃 那義大利呢另外一個疫情的這個重災區 義大利現在人數還在增加 但是好像沒有韓國的增加的比例這麼高 昨天是293今天是322 死亡的案例是增加了 增加了一個 兩個到11個了 那義大利現在終於 放下了他們的這個 熱情如火的那種性格 現在大家都知道要節制自己了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國家 那也是屬於拉丁語族的這個國家 法國 還是很熱情 今天據說還舉辦了一個冬季的狂歡會 那很多法國人還是去了 據說去了有上萬人 說人生只有一次要盡情的 要享受生活 所以又去了 那麼是不是法國會成為一個下一個 這個重災區呢 極有可能 極有可能 那我所在的加拿大 這個BC省溫哥華這是一個華人移民的一個重症 現在華人的人數在這個城市裡面 應當能占到30%左右 那麼其中幾乎是有一半 是過去這十幾二十年的新移民 這些新移民呢 和國內的聯繫就比較多 和國內的來往就比較多 現在加拿大也沒有封關 所以說還有很多的人 進進出出 所以溫哥華極有可能 也會成為跟意大利一樣 這個大家看見沒有 國外的這個爆發的情形呢 很有意思 他是啊 剛開始的時候 你不覺得 那麼突然有幾天 那一下子就成倍的這個增長 每一天成倍的增長 這個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加拿大聯邦政府不想封關 那麼大多數從中國來的人 只落腳兩個地方 絕大多數是一個是這個溫哥華 一個是多倫多 這兩個地方是華人聚居的地方 所以說要是爆發的話 肯定是從這兩個地方開始 那現在溫哥華 這個所在的這個省 BC省的省政府啊 現在已經在號召大家 要儲備一些糧食 儲備一些這個防疫的用品 免得到時候突然爆發之後 又這個意大利的那種情形 武漢的那種情形又重新在加拿大出現 那意大利呢 那些被封城的地區 現在有11個城鎮已經封了 那封城的地區呢 超市被搶購一空 那麼搶購一空呢 這就會造成很多人你沒搶到的 可能必需品生活必需品 就會缺乏 所以說加拿大 那還有另外一個國家 德國這個政府呢 還在這方面是比較負責任的 現在呢 就提前通知民眾 極有可能爆發這個疫情 所以說大家現在能買的 就盡量的把這個家裡面的這個 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藥品把它儲備好了 德國的好像要求是儲備大概是十天到兩個星期的這種藥品 這個食品 那加拿大呢沒有說具體的數字 就是號召大家去儲備 那我覺得呢 那在西方國家 那在這個這個 這個七個工業強國裡面 這些國家呢 他們的政府管制 是還比較 這個水平比較高 一旦是出現疫情 他可能會對短期的這個 這個物資供應會形成一些衝擊 但是從長久來看 他們還是能夠 運轉的過來的 那所以說呢 他們只號召這些民眾啊 你儲存兩個星期就夠了 兩個星期之後 無論受到多大的衝擊 這個政府他是會 把各方面的資源調動起來呀 能夠保證這個物資的供應 不會出現像 武漢那種啊長期的物資缺乏的那種情況 所以海外的朋友呢 在這方面不用著急 大家只是啊 做好自己的 盡量做好自己的防疫措施就好了 現在呢 最讓人擔心的還是在中國 那中國呢現在 這個政府啊是兩種手法 那對民間呢 他是盡量的推動你們去復工 盡量的讓大家要出門 除了湖北之外啊 所有的這些地區盡量的要復工 因為他們要挽救經濟 挽救經濟呢 百姓的老這個生命 百姓的健康 那就不是他們 第一考慮的因素了 那 同時呢 在另外一方面 他們又嚴格的保護 那些幹部的安全 尤其是那些高幹的安全 所以說啊他們兩會已經決定不開了 兩會不開呢 他們呢 還是要可以繼續照常的運作的 現在不是有高科技嘛 現在他們開會都是用這個電視電話會議的形式在開 那今天呢公安部又開了一個會 公安部長趙克志在這個會上啊 向全國的警察 向他們布置任務 下達命令 要確保政治安全 打一場人民戰爭 要把老百姓都調動起來 要把基層的幹部全部都調動起來 打一場人民戰爭 但是這場人民戰爭的目的 目的不是說保持社會治安 那或者是說這個協助老百姓的渡過這個難關不是的 他是說這個保護政治安全 什麼意思呢 就是保衛政權 那麼 在這一方面呢有一些具體的舉措 他這個文件裡面 他這個消息裡面的沒有公佈出來 但是呢我們可以通過一些網絡上面的情況 那網絡上面透露出來的一些消息 大概也能夠啊 知道他在講些什麼 那第一個呢 就是加強網絡的封鎖 加強網絡言論的管制 習近平在昨天前天的那個 十七萬人大會上面都已經講了嘛 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要加強這個宣傳輿論的 這個引導工作 要堅決打擊那些網上面的謠言 公安部長趙克志要把他的這個講話 就是習近平講話的這個精神 又要落到實處 那怎麼落呢 第一個呢 就是要在網上面的加強這個 封鐵 這個封號 封群的這個力度 我最近的觀察了一下我的這個推特 還有YouTube 還有其他的一些這個網絡平台上面 挺有意思 最近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就是五毛少了很多 我以前的推特下面 任何發一個貼紙 下面都有一長串的五毛 這個朋友跟朋友之間的互動 大概能占到個百分之二三十 百分之七八十的都是五毛 五毛有個什麼特徵呢 在推特上面啊 就是針對我的這群五毛還挺固定的 那我把他們不斷的刷 但是呢 他們不斷的就用新的馬甲上來 馬甲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呢 就是都是用這個英文字母 絕大多數都是用英文字母註冊的 但是呢 他不是西方人常用的那些英文的名字 而是稀奇古怪的根本拼不出來的 讀不出來英的那些名字 也就是說 他們是隨機的註冊的一些名字 而且呢 也說明他們那些註冊的人 他們對於西方的這個文化 對於英文根本就不懂的 就是用那些字母26個字母而已 那還有一個呢 他們就是發言比較簡短 還有一個呢 特徵呢就是他們經常重複的發言 就是一個內容 比如說 李一平你怎麼還沒死啊 這種不斷的這樣的反覆的就這麼發 現在呢 這批人消失了 自從疫情爆發了之後 絕大部分的這批人消失了 那剩下的只有少量的五毛啊 基本上都是那個我們所說的自甘五 就是海外的或者是這個國內的 真正的鐵著心的 擁護共產黨的這種人是屬於比較少 所以現在我這個推特下面的五毛少多了 那YouTube下面的五毛也少多了 那麼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我估計這就跟這個 疫情大爆發之後啊 他們監獄裡面呢 高度緊張有關係跟監獄裡面很多犯人呢 他們已經這個染上了病毒有關係 因為呀 大家都知道這個 很多很多的網絡評論員呢 主力大部隊 是監獄裡面服刑的犯人 因為犯人的他們的這個工資比較低嘛 而且比較容易管理嘛 而且那些人呢 他們為了爭取減刑呢 那是不遺餘力每一天上網 發好多幾百上千條的這種貼紙 那麼現在這一批人呢 疫情爆發了之後 大家就這個有一點緊張 所以說相互之間的 這個 接觸的就少了 大家就盡量的避免共用一個電腦 所以說這部分人現在 這個上班的時間少了 我們這邊呢 也就親近了 但是呢 他們不會 減弱對這個網絡言論打壓的力度 只不過是要換一種方法 以前呢 是還來上來跟你較量一番 跟你講道理 不是講道理 進上來謾罵 想用這個人海戰術 在輿論上這個聲量上面壓倒你 現在呢 聲量上面壓不倒了 那就改變了一種方法 就是跟你這個 三鐵封號封群 所以這些天的微信群 國內的一些平台呀 封群封號的 特別厲害 有好幾個朋友 比如說我們大家都熟悉的海外的有一個 專門向國內的這個微信圈 發送這個海外的這些消息呀 這些評論啦 這些文章的 有一個很著名的帳號一個著名的網友 所領導的一個義工團隊叫做環球時報 那不是國內的那個胡錫進的那個環球時報 他這個時呢 是實在的時 環球時報呢 他們最近呢 這個封群的這個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 那麼還有一些其他的朋友過去呀 已經維持了很長時間的一些 這個民主群現在呀 都被封掉了 封號封群封號的這個速度特別快 那這個還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們 現在已經開始 抓人了 這個趙克志他在這個講話裡面 有一句 是值得大家重視的 他就是說要堅決打擊 國內外的敵對勢力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過去呀 對於境外的敵對勢力 他們是打擊 但是呢 一般來講呢 對跟公安部長趙克志沒什麼關係 那是安全不管的 海外的這些敵對勢力呀 境外敵對勢力都是由安全不管的 趙克志這一次把他這個說出來了 也就是說明呢 他們現在對於海外的敵對勢力呀 比以前更加的重視了 因為現在國內的很多人呢 那些反對派的朋友 現在大家都忙著要防疫 現在都不敢出門 所以說他們可能在覺得在國內 暫時的沒有太大的這個可能性爆發 大規模的這種反抗運動 但是呢 海外現在呀 挺熱鬧的 海外互聯網上面呢 挺熱鬧 然後呢 很多人包括像我這樣的人 通過這個互聯網啊 向國內大量的這個傳播消息 那麼 國內的有很多人呢 現在在家裡面憋著不出門呢 那當然上網的這種頻率啊 這個上網以後翻牆的這個頻率 又比以前增加了很多 所以說這兩部分呢 結合的比以前就是境內外的這個敵對勢力呀 結合的比以前更緊了 交流的比以前更多了 所以趙克志他現在呀 就發出了一個這個號令 說是要堅決打擊境內外的反對勢力 而且呢 這兩天 有幾個動作值得大家注意的啊 第一個呢 就是 桂敏海 被判了重刑 十年徒刑 桂敏海是什麼人呢 就是大概是16年17年的時候啊 他是從泰國被綁架回去的 他本來呢 在香港 經營著一個書店叫做銅鑼灣書店 這個書店呢就出版了很多 講中共高層的這些內幕的其中 這個出了一本書 當時正在出一本書叫做習近平和他的情人們 那政治八卦的書 這就啊損害了習近平的形象 同時呢也有可能 刺激了彭麗媛的過去的一些舊傷 那因為習近平以前 肯定是有這一方面的男女關係方面的一些不軌的行為 那彭麗媛呢 據說是在這個胳膊上面還有幾條傷口 據說是當年曾經割碗自殺的 為此割碗自殺的 那麼現在有些人來講習近平的過去的一些事 不管他是真的是假的 這個彭麗媛呢就路不可遏 然後呢就動用彭麗媛辦公室的人 然後下令這個安全部 就把這個桂敏海從泰國綁架回去 然後呢讓他在電視上面認罪 因為本來呢這個事情呢已經是告以斷落了 桂敏海呢已經被放了 有一段時間呢被放回浙江的老家 但是呢他已經入了瑞典籍的 那麼瑞典的這個大使館呢又派了兩個人 想把他接回到瑞典 結果這個事情呢 又再一次的觸入了中共當局 又把桂敏海給抓起來了 那麼就在昨天就把他判了重刑 判了十年的徒刑說是他對境外呀 洩露了情報 大家想一想 桂敏海過去這幾年呢 他哪裡有機會向境外透露什麼有價值的情報呢 他要不就是在這個安全部裡面被言行逼供 要不就是在這個浙江老家被嚴密的監控 根本就沒有任何機會向境外透露任何有價值的情報 那這一次對他判重刑 只不過是要對海外釋放一個信息 就說你們呢 這批人不要在海外鬧得太兇 桂敏海呀 就是你們的這個下場 大家看清楚了 就是要對他進行重判 判了十年 那還有另外一個例子呢 就是華勇的例子 華勇呢是一個藝術家 那當年大家認識他呢 主要是通過2017年的時候 這個北京搞了一個驅逐低端人口嘛 那個時候華勇就衝到了第一線 把有很多的這些場景就給直播出來了 那麼大家就認識到這個人很勇敢 那他現在呢 是在泰國 是在泰國 而且在泰國呢 也不老實 最近這幾天呢 又發起了叫做三步運動 第一個是不復工 第二個是不上學 第三個是不還貸 那麼所有的這些動作 那肯定是 讓公安部 讓安全部這些人呢 是高度的惱火 因為呀 從海外你利用在海外這個 有言論自由的這個優勢啊 架起一個大喇叭 他天天向國內喊話 這個對他們來講 這是很難以忍受的 而華勇現在呢 又在泰國 泰國呢 中共在那裡的這個勢力 是很深厚的 他是有能力 那像抓貴敏海一樣 把華勇給抓進去的 那華勇呢 現在是已經接到了這個生命威脅 說要對他動手 那華勇自己呢 也寫好了遺書 說啊你們這個 要動手就來 那我不怕 那同時呢 他也聲明了 他說我堅決不自殺 那我現在精神正常的很 那希望大家 今後這段時間呢 多多關注華勇的這個安危 每天呢 在網上面 關注他 威脅中共政治安全的 不僅僅是來自於民間 不僅僅是來自於反對派 那更重要的 他是來自於體制內 尤其是在這個疫情呢 還在持續的這一段時間 體制內 他們相互之間的那種內鬥啊 那是對於習近平政權的這個威脅 那是最大的 所以說 當公安部長趙克志 他說到政治安全 要保衛政治安全的時候 那很大一部分的這個成分 是指對內的 那怎麼樣 在他們體制內 保證這個政治安全呢 有幾個辦法 那習近平已經在開始實施了 那第一個辦法呢 就是大清洗 現在湖北的官場 被清洗已成定局 已經開始 湖北省委書記 蔣超良 還有這個 武漢市委書記 馬國強 已經被撤職了 那據說 現在已經被 關押了 現在正在對他們進行審查 那這個蔣超良呢 他過去是長期在金融系統裡面工作的 據說他跟王岐山的這個關係 是非常的緊密 那麼 這一次他 讓手下的這個周先旺 還有這個馬國強 出來呀 向中央甩鍋 向習近平甩鍋 說這個責任 延誤疫情的責任在中央 那這對於習近平來講啊 這是讓他的神經是高度緊張的 緊張什麼呢 蔣超良的這些動作 後面是不是有中央的大佬 有派系大佬在後面跟他撐腰 那麼第一個懷疑的對象 就是 王岐山 王岐山過去自從這個十八大以後啊 就已經 十九大以後啊 就已經被排擠出局了 已經靠邊站了 坐冷板凳了 那王岐山這個人呢 又是特別喜歡這個幹事情的 無論這個事情是好事還是壞事 只要能夠顯示他的才幹 他就願意去幹 幫習近平過去做了不少的壞事 結果呢 狡兔死走狗噴 等到十九大的時候習近平呢 覺得他功高正處把他給踢出局了 那當然內心裡面是有不滿的 那他手下又有那麼多的人 過去幹了那麼多年呢 也是有一些根基的 那麼這一次是不是武漢的這個甩鍋事件 向中央啊 公然的這種說不的這種事件 是不是王岐山在後面操縱的呢 這是習近平現在呀 最想知道的 所以說蔣超良 我估計最近這一段時間呢 日子應當是不好過 當然內部的消息現在誰都不知道 這個只是我一個個人的判斷啊 那除了湖北官場要進行清洗以外呢 其他的各個省份的 他也一定會抓一批人 判一批人來立威 而且呢這個動作應當會非常的快 大家 注意一下 今後一兩個月之內 應當會有一大批的官員 要被清洗掉要倒楣了 那這是第一個 就是要清洗一批幹部 同時呢 對於那些沒有被清洗的 尤其是中下層的那些幹部啊 他們現在是極盡籠 怎麼籠呢 就是在這個時候 他們一定要保障這些人 要拿到工資 要拿到加班工資 如果是中央財政缺乏了 不要緊他們就印錢 在習近平的那個17萬人大會的講話裡面 他已經說得很清楚要保這個基層的工資 一定要讓他們拿到錢 讓他們心不慌 那麼第三個手段就更有意思了 那就是要用這個藥物 來控制中共體制內的人 現在這一場大疫情全世界的 這些防疫專家 都已經看出個門道了 都知道全世界被感染 已經不可避免了 那三分之二以上的人 都會被感染這個病毒 那麼中國就更是如此 那麼在這個瘟疫大流行的時候 最重要的資源是什麼呢 第一項資源當然就是食品供給 第二項資源就是藥物供給 現在對付這個新冠病毒 有兩種藥物是大家談的比較多的 第一種就是瑞德西偉 就是美國前幾年製造出來準備是用於治療伊波拉病毒的 但是對這個伊波拉病毒的療效不是很顯著 據說對這個新冠病毒有一定的療效 但是現在還在臨床試驗階段 有很多這個消息 互相矛盾的消息傳出來 有的說是很有效 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說這個藥物現在療效還並不確定 中共現在還在做這個臨床實驗 真正的實驗結果要出來 可能要等到4月份5月份才會出來 所以這是瑞德西偉 還有一種藥物就是克里茲 就是以前用來治療愛滋病的 在前一段時間 已經被列入了中共的這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 他們的治療新冠病毒的臨床指導意見裡面 所以說這種藥物現在在國內非常的搶手 習近平政權對於克里茲這個藥物的控制 就非常的緊 從1月初開始 也就是說從他們知道了這個疫情開始 就已經在想方設法的 要把全國的生產克里茲的這個原材料和中間體控制起來 他們已經完全壟斷了 國內的這個克里茲的供應的渠道 控制它幹什麼呢 就是等到今後這個疫情再一次大爆發 等到今後全中國有三分之二的人感染的時候 他們有這個藥品 他們就控制了別人的生命 尤其是控制了那些體制內的黨政軍裡面的那個系統裡面的那些幹部 用這個藥品來控制他們 這是最好的一個辦法 那最後他們能不能成功呢 現在也是未知之術 他們自己心裡面也是沒有底 因為你控制了這麼多的資源之後 如果那些人對你不滿 如果那些人他有了這個實力 能夠大家相互之間勾連起來了 力量聚集起來了 他可以跟你搶啊 那到底最後路死誰守那也說不準呢 所以說習近平當局現在還在準備另外一條後路 就是棄船逃跑 那就是我們過去所說的沉船計劃 建民的這個視頻裡面 昨天曾經談過這個問題了 那我今天再來談一下 他這個沉船計劃呢 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要向海外輸送大量的資金 轉移大量的資金 各大家族都在向海外 過去這些年都向海外 轉移了很多的資金 這一次應當是最後的一波了 大家都感覺到這個山雨欲來 尤其是習近平這個當權派 他們也感覺到非常的不安全 那麼將來要在海外能夠長期的立足 在海外逃亡之後還能夠繼續的過上好日子 能夠享受榮華富貴 轉移大量的資金這個是不可避免 甚至是將來在海外要是想能夠保命的話 那都需要大量的資金 因為像他們這種人仇家變天下 他們一定要有能力能夠長期的 數十年如一日的要加強自己的保安 那可不是一個輕鬆的事情 那是要花大量的錢的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最近 人民幣沒有貶值 反而還有微升 那今天我看了一下 人民幣兌美元的這個匯率 離岸價格中間價應當是7.01 7.01左右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這就是他們在搞這個匯率操縱 這次是立向的操縱 過去川普總是擔心他們 搞人民幣大貶值 那麼一大貶值 中國就有了這個出口的優勢了 他最擔心的是他這個匯率操縱 向著貶值的方向操縱 但是這一次 他們是向著這個保持匯率不變 甚至是讓他微升的這個方向操縱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體制內的有一批人 當權派的有一批人 要把大量的資金轉移出去 如果是匯率一下子失控了 那他們國內的這一批人民幣 就換不了多少美金了 等到他們把錢轉完了 等到中國的經濟最後 真的撐不住的那個時候 人民幣的匯率 那就是一泛千里 那就是斷崖式的往下降 所以說現在手上還有 這個大量現金的這些朋友 現在一定要想辦法 要保護好自己的資產 要把這個人民幣 這些毛票子 要把它變成硬通貨 那才能夠保證 將來有東山再起的本錢 好,那我現在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